希伯羅書的第十二章 十二章可以分成幾個段落 第一個大段落就是一節一路到十一節 然後十二節到二十四節 最後就是二十五到二十九節 三段的聖經 我們先來看第一段 一到十一節 我們既有者許多的見證 人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 就當放下各樣的重難脫去 容易前類我們的罪 全心忍耐 不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 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中的耶穌 他人那擺在前面的喜樂 就輕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難 便坐在神寶在的右邊 那忍受罪人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你們與罪惡相憎 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你們又忘了 那勸你們如同勸兒子的話說 我疑 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避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 因為凡主所愛的他必管教 又邊打凡所收納的兒子 你們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們 代你們如同代兒子 焉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 管教原是與眾子所共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就是獅子不是兒子了 再者我們曾有身身的父管教我們 我們尚且敬重他 何況萬寧的父 我們豈不當信服他得生嗎 身身的父都是暫除己意管教我們 唯有萬寧的父管教我們 使要我們得益處 使我們在他的聖結上有份 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 反覺得仇苦 後來他是為那經歷過的人 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 他一開始他就說 我們既有者許多的見證人 如同雲采圍繞著我們 這裏所指的見證人 當然就是昨天第11章那裏所提的 舊月裏面所知不盡的這些人物 他們的信心 他們堅持到底 昨天他們都說到 他們心裏面所盼望的 是一個更遙遠 更美好的一個家鄉 是他們天上的最終的歸宿 也是我們人的根源 起頭來的地方 因為這一個的信心 所以他們經歷很多的 難了也好 困難也好 什麼樣也好 但是他們始終如一這樣 向著這個終極的軌道 他們的信心 其實他們的信心 今天仍然是活著 所以他們這樣圍繞著我們的時候 其實這一句的第一節的 這句英文的翻譯 是有少許更加清晰一點 可以這樣說 就是說 Dare for we also 意思是說 因此而言之 我們都要 我們都要做什麼呢 好像這些的 魂彩一般的見證人一樣 放下各樣的重擔 放下各樣的重擔 絕去容易潛淚我們的罪 全心引來奔跑 擺在我們前頭的路 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所以原來我們 既然有這麼多的見證人 這些見證人 是拿來做什麼的呢 其實他們就好像 一個啦啦隊一樣 他們也是一個榜樣 鼓勵我們 跟他們一樣 奔跑同一樣的路程 在這個路程上面呢 我們要做幾件事情的 第一就是我們要脫去 就是要放下各樣的重擔 首先我們要放下這些的重擔 這些重擔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些重擔可能就是 憂慮啦 世界的一切的包袱啦 名利的包袱啦 這些的東西 阻礙我們 我們要輕生上路 如果不是呢 你背得這麼重 背得一身都是世界的東西 你怎麼去跑呢 你在場上 即是賽跑的時候 你什麼時候見過運動員 要背著一個螺子 背著一個框 背著一個背囊 怎麼會跑得快呢 所以要放下這些東西 問題就是 為什麼你可以放下 這些世界裡面的 這些包袱 這些的纏繞呢 其實一定是你心裡面 那個優先順序的改變 你才做得到 如果不是的話 你一定是緊緊地抓住世界 但是如果你能夠放下這個世界 就是說 你看見了 你前頭的更加值得 這就是昨天十一章所說的 他們之所以可以離開他們地上的家鄉 沒有想過再回去 因為他們知道 前頭的更美好 所以這就是信心的眼光 所以我們都要這樣 第一件事要放下我們的重擔 第二就是要脫去我們的罪 因為重擔就是讓我們走得慢 但是走得慢 起碼都是慢慢走 罪就是重大件事 罪就好像一條鎖鏈一樣 它將我們鎖住 讓我們動彈不得 我們如果要走這條天路 但是我們不去把這個 我們的前類我們的罪 去脫去的時候 那個的罪就好像一條 藤條就好像一條鐵鏈一樣 把它鎖在原地 我們根本連走都走不到 我們根本連動都動不到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 走上去這條天路 去到神的面前 神的同在當中 所以第二件事就是 我們要脫去這些前類我們的罪 這個前類這個字就有意思了 它真的好像綁住你 繞住你這樣 那當然你說 如果你在競技場上面要跑步 但是有一條鐵鏈 纏住你的 那當然不了 所以這個要脫去 然後要全心忍耐 為什麼要忍耐呢 因為這條天路 不是一條短短的路途 它是一條長跑的一個路途 所以我們要忍耐 要有耐性 這個忍耐的意思其實就是 不要放棄 不要中途而廢 一定要堅持到最後 這個忍耐 其實就是跟堅持這件事去掛勾 所以這一條的道路 我們要這樣去堅持的 就是跑這一條在我們前面的路途 但是這個 這一個 怎麼才可以做得到呢 我覺得希伯羅蘇這個作者 好像那些長跑的教練 我們知道這條天路是一條長跑的路程 所以我們要放低重擔 所以我們不要被罪纏著我們 然後我們要堅持 不要放棄 這些就是德性的秘訣 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第二節 仰望為我們要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就是你要看著他 跑步一定有一個目標 是不是 你看著終點的衝線 那條線 這個是你的目標 你就會繼續跑下去 你就會向著這個目標 直到衝過去為止 所以這個目標 就是那個為我們的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不單止是我們的主 他亦都是為我們的信心 創始成終的 就是起點終點 都是在他的手上 這個 什麼叫起點終點 都在他的手上 創始成終 就是由我們開跑的那一刻 其實耶穌就是我們的目標 原來他不單止是我們的目標 他好像一個陪跑員一樣 領航員一樣 從我們起跑的時候 他就帶領著我們 跟我們一起跑 所以你看著他跑就行了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 跑這個長跑的經驗 這些長跑的好手 一開始的時候 真正的高手 心裡一定有些假想敵 一群人當中 你可能就是看著某一個 某兩個來跑 跟他保持一個適當的距離 一路跟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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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後的時候 才衝刺 所以呢 原來這個真的 天路就好像這個跑牆跑藥 耶穌就是我們要看著那個 跟著他 跟著他的報速 跟著他的節奏 然後你發現 他就可以帶著你 慢慢衝出這個人群 直到去到終點的 再望那個時候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秘訣了 而這一位為我們的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他都是一樣 其實後面就說 他不單是我們的目標 他都是那個陪跑員 甚至是領航員 因為他都是因為 擺在他面前的喜樂 所以他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如今就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原來他還是那個 那個叫做什麼 那個的榜樣 耶穌也是這樣去跑過 他人生的那個路程裡面 他也看見將來的喜樂 在他面前的喜樂 然後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這個喜樂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後面所說的 就是他輕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難 這個羞辱和苦難我們很清晰 十字架本身就是一個充滿羞辱的刑具 所以他是甘心地走上十字架 所以他在赫世瑪麗園祈禱的時候 跟神說 不要照我的義思行 要照你的義思行 如果這個苦杯必須要喝的 他就甘心一飲而盡 然後他面對這些羞辱 被吐口水 被打巴掌 被鞭打 甚至最後 經激的冠冕打在頭上 被棄弄 連到最後 釘到十字架上 他最想救的 是這些骨肉至稱的 以色列人 走過他面前 都向他吐口水 甚至那些制司長文士 就跟他說 大大的羞辱他 甚至有些人譏諷他 他說如果你是救主 你跳下來 你跳下來我們就相信你了 他忍受了這一切的東西 還有十字架上面 屍心裂肺的痛 那他為什麼可以這樣去忍受呢 是因為擺在他面前的喜樂 那這個喜樂又是些什麼呢 耶穌的人生裡面究竟有些什麼的喜樂 以至到他捉住這些喜樂 可以勝過這麼大的羞辱和苦難呢 其實這個喜樂就是他看見將來 看見將來在天上面 所有因他的負上的代價 這些羞辱而得救進入永生的那些人 的一張張的面孔呢 我相信耶穌都看見 我去以色列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一次去有個地方叫雞鳴堂 就是以前大祭司戈阿法的庭院 他下面有一個的監房 相信耶穌在那一晚最被折磨的 漫長的一晚 他們就將耶穌困在那個地方 然後等候天亮的時候 就將他交給比拉多來審訊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山洞 沒有路的 犯人就在上面好像用條繩這樣 掉下去 在一個深淵的一個石頭 塗出來的一個洞裡面 漆黑 什麼都看不到 根本你沒有辦法可以逃獄 因為你唯一可以走的地方就是上面 等到有人再把繩子掉下來 將你勾上去 你才可以離開 我記得我去到那裡的時候 我們就在那裡蜜上眉眼 因為你一眉眼到處都黑了 真的好像回到耶穌的年代 摸著那個冰冷的石牆 有什麼喜樂可言呢? 我記得就是摸著那個牆的時候 神給我看見一幅圖畫 就是耶穌在那一晚上的時候 其實他摸著那個冰冷的石牆 在他的腦海裡面所想起的 就是每一個他要救的人 我相信甚至連我和你的面孔 都在耶穌的心裡面飄過 耶穌看到只要他捱過這個十字架 這些神所寶貴的人 一個一個可以進入永生的裡面 這個就是他的喜樂 他就是捱著這一份的喜樂 捱著這個盼望 然後忍受了這個十字架的苦難 既然他走上了這一條的道路 如今他全然的得性 所以坐在神寶座的右邊 成為我們的主 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那一位信心之主 這個就是耶穌擺在我們面前 耶穌是這樣去走過這一條的天路 所以我們都要這樣緊緊的跟著其後 這個運彩一般的見證人 最大的那個其實就是耶穌 所以我們不單止有救藥這些信心的偉人 這些成為我們的見證人 連我們自己的主 他都是我們的見證人 所以我們要跟著他奔跑同樣的路程 學他們一樣的樣式 所以第三次他就說 這樣去受罪人頂撞的 我們更加要思想 免得疲倦灰心 所以是甚麼可以讓我們 在這個天路的歷程裏面 有這麼多的困難 有這麼多的壓力 有這麼多的拉扯 我們仍然可以繼續往前走呢 其實就是要嘗嘗 思念這一位的主 當我們嘗嘗思念這一位主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灰心 就不會疲倦 因為很簡單嘛 就是因為我們今天所受的 跟耶穌相比 實在是蚊腿和牛腿 是不是 那麼耶穌都可以為我們走過 那麼我們看著耶穌去跑的時候 我們當然都能夠走過 所以第四節他就說 其實你們跟這個罪惡相爭 都未曾去到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就是說你們耶穌抵擋那個罪惡 就是真的去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我們跟我們要對抗罪那個 我們所負上的代價 在耶穌的面前根本都不值一提 是不是 人有時候很有趣的 是不是 就是我們覺得 很辛苦 很辛苦 然後你看看有些人比我們更加辛苦 他都可以走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嘩 他都可以 我都可以 其實這些東西就會激勵我們 所以作者都會告訴你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我們很辛苦 很辛苦 覺得辛苦的時候 你把你的眼光看遠一點 你看看別人是怎樣的 當你見到別人這樣都可以走過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嘩 其實我算是甚麼 再來過 這樣 這個就是群體的威力 其實我們經常都說 我們都很希望我們的小朋友 他們的群體是一個這樣的群體 很有趣的 如果他身邊的朋友 每個人都是讀書的 他就會讀書 他就會見到 嘩 人家都這麼努力 我又要努力一點 人家都可以不打遊戲 我都可以這樣 其實是互相激勵 否則的話 我們就很容易放棄 退後 所以他說 我們要常常思想耶穌 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疲倦 不灰心 耶穌的經歷 對耶穌那份的感恩 會成為我們心裏面的力量 我們其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麼辛苦的 我們和罪惡相爭 其實都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 所以我們是需要加油的 然後又有說話告訴我們 他說 我而不可輕看主的管教 被他襲避的時候 也不可灰心 因為主所愛的 他必管教 又邊打凡收納的義子 如果你把這個苦難 看成是神的管教的時候 你就更加有盼望 你就更加不會灰心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這樣的 很容易有這個想法 就是我們將什麼都入了神的數 的確是的 因為神創造天地 所以一切的源頭都是他 既然是這樣 從這個角度來看的話 如果你追索所有的東西 當然最後都是回到那個第一因 宇宙的第一因 所以什麼都關他事的了 什麼都入他數的了 好的不好的 真的 你有沒有想過 其實連不好的 你追到最後 那個源頭都是追到去神那裡 因為世界是從他而創造的 所以這個就是 希伯來的信仰 一元論所在的地方 就是所有的東西都是從神而來 但是問題就是 醉不是神的心意 救恩才是神的心意 所以當我們去對付罪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灰心喪志 雖然你追到那個源頭 都是追到神那裡 但是我們要用一個 什麼的眼光來看呢 就當它是一個管教一樣 這個管教 其實 就是 不要輕看它 就是我們的生命裡面 一些的苦難 一些的經歷 我們都不要輕看它 因為這些的苦難 這些的經歷 經歷過之後 其實苦難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 你走的時候 會很辛苦很辛苦 寂寞寞寞寞 但是你走過了 寂寞過了的時候 你回頭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 原來這些的苦難 練就了我們更大的 生命的韌力 強力 那個特質就出來了 好像 這個 迪嘉星期日講到的分享一樣 我相信 他那時候都很辛苦 寂寞寞寞 但是呢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 沒錯 你說 做父母的 當然是希望我們的孩子 一生順利 各樣都很好 但是呢 哎呀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個 聲學的事情上面 就好像 困難重重 那樣 障礙重重 搞到 本來 應該是一個 平坦大道 特別我們很想 我們的兒女 都贏在起跑線 現在的人 甚至 我覺得 贏在起跑線 都遲 最好就是 贏在未起跑之前 就已經贏了 都希望 那條路是很順利的 個個都想著 這個是一個 100米的賽事 怎麼知道 槍聲一響之後 咦? 為什麼會是跨欄的呢? 為什麼會變成 障礙賽的呢? 跟我們的 期待很不一樣 但是當我們 真的這樣走過的時候 你發現 這些困難 這些東西 讓我們的孩子 反而更有韌力 反而更有那種 那種 克服困難 那種 不放棄的精神 和毅力 其實這些不是更加 寶貴嗎? 所以 這些苦難 這些東西 其實是一種管教 而我們知道 父母愛我們 就會管教我們 如果我們從這個角度 來看的話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奔跑的路程上面 更加的得力 當然他舉了一些的例子 好像我們 肉身的父親一樣 我們肉身的父親都會管教我們的 是不是? 當我們管教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難受 我們都覺得難過 好像苦難一樣 但是肉身的父親 他是不完全的 他的管教是暫時性的 他管著管著就管不了你的 因為你長大了 你的看法跟他 就是越來越接近你的智慧 身量成長 到最後他就管不了你 他是暫時的 而且肉身的父親 因為肉身的有限 所以他能夠 為什麼他可以管教我們呢? 就是因為他看得比我們長遠 看得比我們高一時 但是這個父親是有局限性的 因為他不是永恆的 他雖然看得比我們長遠 但是都是比我們長遠一點點而已 是不是? 比我們長遠遠過五年、十年 已經很不錯了 是不是? 所以他的管教未必是最正確 也都有他肉身的限制 甚至自己都有軟弱 但是呢 神就不同了 他是萬寧之父 這個萬寧之父 他管教我們 就是要我們得益 而且要我們在他的聖結上面有份 這些管教其實 管教的目的就是修正我們的人生 管教其實就是correction 就是修正 所以這些的修正 就讓我們越來越聖結 越來越和世界分別出來 越來越似神 這個就是萬寧之父管教我們的目的 讓我們可以活出他的形象 所以我們要能夠這樣去看清楚 我們要能夠這樣去明白這些管教 這樣的時候 管教的事情 當時你不覺得快樂 反而覺得仇苦 但是後來經歷過的人 就會結出平安的果子 就是義 所以原來我們這樣去 跑這一條的天路上面 我們去忍受那個神的管教 這個管教當中修正我們的人生 到最後我們有美好的果子 這個果子就是神稱我們為義 這個稱義當然就是讓我們成為聖結 神其實就是透過這些東西 將我們的零零各各 將我們的罪 將我們的軟弱 將我們的性格磨去 磨去這些癌癌殘殘的地方 所以到最後你會發現 無論我們人生在堅持上面 毅力上面 我們的熟靈肌肉 各樣東西 我們都成為一個強壯 可以站立得穩的人 這個就是管教的好處 但如果我們能夠這樣去看清楚 這個圖畫 我們就有後面 第二第三段 第十二字 他說 所以你們要把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挺起來 也要為自己的腳把道路收直 你要強子不自歪腳 你們要追求與眾人和睦 並要追求聖結 非聖結沒有人能見主 又要謹慎 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恐怕有毒根伸出來擾亂你們 因此眾人被 眾人沾染污衛 恐怕有淫亂的 又貪亂世俗而以掃的 他因一點食物把自己長子的胃份埋了 後來想要承受父所足的福 警備棄絕 雖然豪哭徹求 卻不得著門路 使他父親的心移回轉 這是你們知道的 你們原不是來到那能摩的山 此山有火焰蜜雲黑暗暴風 各聲與說話的聲音 那些聽見這聲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們說話 因為他們當不起者所命他們的話 靠近這山的即便是走獸 也要用石頭打死 所見的極其可怕 甚至摩西說 我甚至恐懼戰經 你們乃是來到石岸山 永生神的成一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裡有千萬的天使 有名六在天上 諸長子之會所共聚的總會 由審判眾人的神和 被承傳之異人的靈魂 並身弱的中部耶穌 以及所殺的血 這血所說的 比阿伯的血所說的更美 一大段說些什麼 前面好像聽起來都還明白 後面越聽越模糊 十二節說 其實是一個鼓勵 如果我們看見 我們人生經歷的這些試煉 不過是神的管教 讓我們可以越來越聖結 越來越似神 越來越強壯 越來越被磨煉的話 我們就把下垂的手 發酸的腿挺起來 我們就可以繼續 而且是滿有力量的 我們昨天所有同工 就是做健身 做健身的時候就是這樣 當你一直做的時候 你就覺得肌肉開始酸痛了 但是如果你知道 這樣下去的時候 我們就越來越健康了 我們就越來越身形 就越來越好看了 肌肉就越來越強壯了 你就會忍受這個酸痛 我經常都說 大隻 其實是用酸痛換回來的 真的 其實我們每一次 為什麼我們會變大隻 就是因為我們撕裂我們的肌肉 再重組 撕裂再重組 每一次這個撕裂重組的過程 就讓我們得著那個力量 所以原來跑天路都是這樣 我們如果看見 將來的美好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發酸的腿 下垂的手 再一次的挺起來 繼續的加油 繼續舉多兩下 就看著前面那個美好的形象 這樣去 我們所看的是什麼呢 其實就是追求和無 追求聖結 追求真是 越來越和神相近連結 我們就要避免一些東西 避免一些毒根、埋怨、淫亂、污衛、貪亂世俗 就是我們要脫開這些東西 我們繼續向前跑 我們就知道終究我們必能夠得著 為什麼突然間又說到什麼 這段我們都明白 為什麼突然間又提到 我們來到這個山縣 來到這個能摩的山寺 山有火焰、密魂、烏黑、風暴、角星 其實這一段 和後面又提到 22節 石安山 將兩座山作一個比較 前面那個 有密魂、有覺醒、有火焰的 其實說的就是西那山 當神在西那山降臨 要將法版刺給以色列人的時候 這個山震動、山頂噴出火焰 然後有聲音在那裏發出來 甚至這個聲音就說 凡是靠近這個山的 無論是走秀 無論是人都不能存活 所以當時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連摩西都戰戰兢兢都害怕 其他以色列百姓更加的害怕 完全不敢靠近 所以他們就推這個老人家 摩西說你上山吧 你聽完之後你告訴我們 不要讓神直接跟我們說話 我們擔當不起 你傳遞給我們聽 我們就跟 所以這個西那山 其實所代表的就是救藥 就是這個救藥 但是救藥呢 讓人恐懼、戰經 沒辦法可以守得住 但是我們今天可以繼續 跑這個天路的歷程 因為今天我們不是去到這個西那山 在烈火當中領袖神的律例典章 但是今天我們來到 永生神的石安山裡面 就是第22節這裡開始 這個的石安山是神永遠的成一 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而且在那裡有聖匯 有異人的靈魂 在那裡 就是跟救藥那個的西那山相比 完全是另外一個圖畫 因為有新藥當中的那個 中保耶穌 和他的更美的 他的血所述雪的更美的藥 這個更美的就是知道罪得赦免 神加添我們的能力 所以我們不是去那個 西那山面對那個 烈火一般的救藥 因為救藥守不住的 所以我們去到那裡 好像死路一條一樣 但是我們現在去到一個 活潑的新藥裡面 有我們的中保耶穌 洗去我們一切的罪 他已經得勝 他跑完了這一條的路 所以我們跟著他這樣去跑的時候 我們都能夠跑到這個的石安山上面 我們都能夠跑到神的同在的當中 這個就是 就是雲彩一般見證人 他們所學慕 所盼望的那個的境界 所以我們可以去到這個境界的當中 這個就要成為我們那個動力的來源 讓我們知道我們的目標在哪裡 然後我們看25至29字 他說 你們總要謹慎不可棄絕 哪向你們說話的 因為哪者棄絕在地上警戒他們的 尚者不能陶醉 何況我們違背哪從天上警戒我們的 當時他的聲音震動了地 但如今他應許說 再一次我不單要震動地 還要震動天 這再一次的話事指明 被震動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哪不被震動的常存 所以我們記得了不能震動的國 就當感恩 照神所喜悅的用虔誠 敬畏的心事奉神 因為我們的神乃是烈火 當我們看見舊藥和新藥 我們就要謹慎 我們要謹慎就是 其實謹慎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要體重 我們要正重神給我們的說話 在地上警告我們的人 如果我們不聽 我們都會受處罰 就好像地上的律例一樣 寫了不准丟垃圾 那你毫不准丟垃圾 那你毫不准丟垃圾 那你就被人罰錢 我們都走不掉 如果一抓住的時候 何況在天上警戒我們 這個天上的聲音 我們更加要聽 其實作者也是重新 把舊藥和新藥做一個對比 舊藥的時候 就好像地上的聲音一樣 新藥就好像天上的聲音一樣 舊藥的時候 然後神的聲音出現在西那山上面 大地都震動 群山都沒有火 所以以色列人敬畏到不得了 但是新藥裡面 同樣有聲音出來 這個聲音 比舊藥那個 其實是更美更厲害 因為更美更厲害 是甚麼呢 不單要震動地 甚至要震動天 一切的天地都要被震動 天地都震動之後 唯有不被震動的 永遠存在在我們的當中 天地要被震動就是要讓一切 這些能夠被震動的都除去 以至到不能震動的 就在我們的當中 這個不能震動的所指的就是 永恆神的國 神的國是不被震動的 地上的一切有一天會過去 地上的一切都是會震動 天地都要震動 當耶穌再回來的時候 天地都要震動 天地都要根深改變 唯有神給我們的救恩 祂的國度 永存無極 這個是永不震動的 所以我們要有這樣的相信 我們要有這樣的體驗 我們才能夠 跑我們前面的路程 我們才可以放下 世上的一切 因為我們知道 原來這些東西 有一天一震 什麼都沒有了 最近看這些東西 就很有感覺 因為我一直在追著新聞看等等 你真的覺得 原來這個世界的東西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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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是永存的 真的很容易震動的 而且 所以為什麼 瑞士銀行那邊 瑞士信泰那邊的時候 其實都震動整個歐洲的經濟 以前的人就覺得 我們買這些東西 就是很穩陣的 因為它那個 萬一那間東西倒閉的時候 你行使這個債務權 其實就排得更先過那些股票 那就很穩陣了 對不起 現在不是了 遊戲規則改了 什麼時候改的 現在 誰說改的 我 你完全好像 不能跟它說 昨天你才說是這樣玩的 所以我就 我就相信你 我就落搭 我就拿了這些錢出來 那今天你告訴你 不是 規則可以變的 而誰 這樣一變之下 這些 以為很穩陣的投資者 一下子 他們的投資就化為烏友 他們說這個世界 就是 有沒有公理的呢 說過的東西 原來可以不算數的 法例原來可以海鮮嫁的 規則由你定的 那怎麼玩呢 所以你發現 原來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它真的可以被震動 而且 它說震就震 就是 完全沒有任何的跡象 說改就改 說震就震 問題就是 如果我們看到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應該怎樣呢 誰才是那個不能震動的國呢 你是不是已經得著這個不能震動的國呢 否則有一天 當天地都震動 不只是股票震動 不只是金融震動 天地都震動 大地都要廢去的時候 你究竟站在哪裡呢 你是不是真的能夠進入這個 永存無限的國裡面呢 這個不能震動的國 你有沒有睡呢 你今天是不是已經拿著這個不能震動的國 那個的護照呢 這個才是值得我們心思 值得我們去警戒自己 讓鼓勵我們自己 讓我們跑這條天國的道路 因為唯有這個神的天國 是不能震動 而且永存的 Amen Hallelujah 主要你給我們呢 既然 好像運彩一般 那麼多的見證人類環繞我們 原來呢 每一個都脫去世上一切的重疊 就你跟隨我們的神 Hallelujah 我們一齊來讚美我們的主 既然 有這麼多的見證人 像運在圍繞著我們 就應該放下 各樣重擔 脫下纏淚我們的全 既然 有這麼多的見證人 像運在圍繞著我們 一天人的心 一天人的心 向前奔跑 能擺在我們前面的路程 讓我們 讓我們真心 真心 天人的靠著 天人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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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 Ka 一�� 天人的心 天人的心 并纯盼望 奔抱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真心 崭新遥望耶稣 来信心你创似完成着 一合一的心 并纯忍耐 奔抱我们前面的路程 让我们真心 真心依靠耶稣 并纯忍耐我引领着 一系列的心 并纯盼望 奔抱我们前面的路程 一系列的心 并纯盼望 奔抱我们前面的路程 主要愿你再一次的定静 在你的身上 主要愿我们跟随的是你 你就是我们的主 主要你就是为我们 猝此神中各位的神 主要愿你是末后的日子 主要愿你震动天地 震动烈光 好让我们见到 你那份的能力 你那份的危险 在我们的当中 宇宙宇宙宇宙宙宇宙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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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荣耀去我 宇宙的中心 宇宙你中心 耶稣 世界你中心 耶稣 万物都本于你 属于你 归于你 你是荣耀君王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可我看见 你你彰显 不求你来翻转 震动着土地 复兴我们 圣家的人心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同心高屈 你圣家的命 不求你来翻转 云的不停心 我们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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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王降临 我们欢迎 君王降临 君王降临 同心高屈 你圣家的命 你圣家的命 不求天窗 大开 尊与不停心 我们呼喊 欢迎君王 君王降临 你圣家的命 主啊 这个是我们的通告 我们欢迎 你的江南 我们一同的同心高举 你圣洁的命 主啊 我们多谢你 主啊 你赐下你的独身儿子 为我们钉上十架 为我们的罪来去写身 流出补血 洗净我们的罪 耶稣用他的爱 包括我们每一个 好吗 这一刻 大兄姊妹 我们一同的来到 去开口 开口感恩 赞美我们的神 那就是神在我们身上 每一个的看顾 每一个的恩典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的健康 好吗 我们一同的来到 去开口 开口赞美我们的主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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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在每一刻 都看顾我们每一个的需要 主啊 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药望你 主啊 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保守我们过每一个的难关 每一个的难关 每一个的难关 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都好像一个的死局 但是主啊 你却看顾我们 你却看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看到的 是在灵里面的那一份盼望 是在灵里面的那一份盼望 主啊 我们多谢你 我们感谢赞美你 在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节这里说 仰望为我们信心 此创成中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兴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当日耶稣 在十字架面前 他看的 并不是看自己的苦难 他看的 他是人 救赎我们每一个罪人 神来帮我们听 我们今天 要走在信心的路上面 我们要仰望 这个 信心此创成中的 那个耶稣 让我们可以去跨过 这个每一步 但兄姊们 我们今天 有没有在我们的面前 我们都有我们的困难呢 我们可能都在 我们的工作里面 我们有不同的困难 可能在我们的经济里面 我们都有不同的困难 但是今天神告诉我们 当日耶稣要面对死亡 要被钉上十格的时候 他看的 是摆在他前面的起落 今天 同样的来到去提醒我们 这些的迫伯 是一份的重担 耶稣要求我们 要求我们不要害怕 要将这些重担放下 我们不放下这些重担的时候 我们就跟不上耶稣去跑上这个信心的道路 好吗 好吗 这一刻我们一同地来到去思想 思想在这个时刻 有没有哪些的困难 让你陷入一个的死局 会不会是我们的经济呢 会不会我们经常都觉得 不信神是会供应给我们的 又或者会不会是我们的孩子呢 我们会很担心我们的孩子的读书啊 我们会很担心孩子的健康啊 可否我们这一刻 一起的来到去思想 这个现在最困住我们的 这个困局 我们就将这个重担 这一刻 来到他在神的面前 来到他诉说 告诉他听 就让这些的重担 这些的艰难 交到在神的手中 好让这些 前类我们的 当交到在神的手中的时候 就为我们去 奔纳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无论这些的艰难 这些的困局 在我们的眼中 看是有几对 但在神的手中 他是一个可以叫死人 复活的神 他又怎么不可以去处理这些的困局呢 神我们感谢赞给你 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 愿意将我们这个困局 放在你面前 愿意将这个困局 这个重担 交到在你的手中的时候 主啊 主啊 我们知道 你定必为我们 抚平前面的道路 让我们 可以有一个 更远 更高的眼睛 可以去看到 熟天的那一份盼望 主啊 我们知道 你是那个的重点 我们要是向着你 为我们的目标 来到去奔跑 主啊 我们不是要看着 我们现在眼前的死局 主啊 求你猜派成灵 来到去帮助我们 去开启我们熟灵的眼睛 让我们可以看见 那一份盼望 让我们可以 抛下这些重担 来到去起来 更多的跟随你 来到去起来 让我们射下这些的迫白 这些的重担 继续的跟你来到去跑下去 甚至要去跑出 这个世界的眼光 跟上 神的一个的道路 主我们多谢你 接着来 在六至七节的这里有讲 因为主所爱的 他必管教 又边打凡所收纳的儿子 你们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们 代你们如同代儿子 应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 过往以色列人 面对管教的时候 他们是在旷野 走了四十年 今天神再提醒我们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 我们是神所爱的儿子 神是必然会将管教 留到 我们也都不要轻看他的管教 我们要信服 我们要信服 神的管教让我们更加多 有神的样式 更加有力量 让我们可以站立得住 在我们的里面 会有很多时候 可能我们的小组长有很多的管教我们 可能我们的权柄都有很多的管教我们 但我们是不是都会屏蔽了呢 或者甚至 我听了了 我不反驳 但是我也都不做呢 今天神再次的提醒我们 天父 是必然会出手管教 可不可以为着我们的 自己的心来祈祷 主要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 我们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女儿 主要我们知道 你的管教是必然会想到的 但是主要你求你 这一刻来到去软化我们的心 软化我们的一个刚硬的心 让我们听到管教的时候 我们就会来到去改 我们就会来到去修正自己 来到去对准你 主啊 当我们不管教 不管教好自己 不信服在你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 跟在你的路上面的时候 我们的腿都会发酸 我们的手都好像无力的一样 主要求你给我们更加多的力量 来到去起跑跟随你 让我们可以听到这些管教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改变我们自己 改变我们自己有一个更渴慕你的心 渴慕要变成你的样式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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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单是对我们自己 主啊 你有一份非常爱人的心 求你都放一份爱人的心在我们的里面 让我们不单单 以自我中心来到去出发 我们的眼光 是可以更多的去关心别人的感受啊 让我们可以多想我们身边的人 不单单是想自己啊 主啊 你的管教落到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有更多的力 来到去改变自己 弟兄姊妹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 下星期我们就要进入四十天的 禁食吐告会的里面 在禁食吐告的里面 最重要是我们要先对付自己 我们先要起来改变我们自己 我们要好好地来到去 在神的里面来到去思想 来到去更多 反省自己 好吗 我们这一刻都为了我们这个 来到的四十天的禁食吐告呢 来到去祈祷啊 为了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的肛硬 你为了我们自己的灵里面的 我们一同的来到去开声 我们一同的来到去开声 我们一同的祈祷 好有我们下个星期 真的要来到去进入禁食吐告的时候 我们都有这一份的力量 我们都一同的可以来到去进入 在神允许起悦的我们的这个禁食吐告的里面 好吗 我们一同的来到去开口 我们一同的来到去进入禁食吐告的里面 我们的律例典章 都是用爱来到去包裹 都是用爱来到去保护我们 主啊 你让我们能够汗见你那份的爱 主啊 求祢的爱更多囂灌在我们的当中 让我们可以将这一份的爱 去分散给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让我们有力的来到去影响我们身边的人 主啊 求祢让我们更多的可以将祢 有神祢的样式 让我们这一份将神的这一份兴向 影响我们身边更多的人 更加多的是 在未来四十天的禁食吐告的里面 你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到去看见自己的圆弱 更多来到去对准你 好让我们可以进入在祢的吐告的里面 让我们更加得力 主啊 我们感谢赞给祢 Amen 希伯来书十二章 二十八二十九节 所以我们记得了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起遇的 用健性 敬畏的心 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弟姐妹 神已经将不能震动的国 赏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要重视 我们要郑重 我们要感恩 不要埋怨 我们要按照神 我们要按照神所喜悦的 神所规定的 来到去用虔诚敬畏的心 来到去侍奉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 那是烈火的上帝 祂是拯救我们的神 也是审判大地的主 所以我们不要轻忽 不要轻忽这个救恩 也不要轻看这个不能震动的国 因为有一天 烈火将要临到 大地要被火隔身 一切有形有质的 都要消灭 只有心里面领受 尚全盼望 不能震动的国 在心中的人 先能够 在这个烈火的审判当中 暂立 并且进入永恒 新天地里面 所以弟姐妹 我们要用这样的信心 要用这样的眼光 来到我们在世的每一天 奔跑 放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直到我们见主面的日子 一切的苦难 我们都要坚持走过 因为心中 神给我们的 是那个不能震动的国 圣灵求你帮助我们 主要你将这样的信心 将这样的体见 放在我们的里面 你是那个 为我们的信心 创始成终的神 主要你将一切都 交托在你的手里面 主你让我们常常 思念十字架 思念你为我们 所成就的救恩 主你都让我们 仰望前面的世界 仰望你的再来 知道大地要被震动 主但是我们可以 在你的里面 坚持不动摇 直走到见你面的日子 主求你帮助我们 让这些信息上上 在我们的心里面 成为我们的鼓励 成为我们的力量 主我们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今早神讨就到这里 愿主祝福大家